美國癌症協會抗癌接力將於4月25日在尤思密市舉行 日前義工為該活動舉行揭幕儀式 多名癌症生患者 和尤思密市市議員也有出席活動以示支持 尤思密市市議員勞朱嘉儀指出 自己一直對活動非常支持 因為自己的父親也曾患上癌症 他希望這一類活動能作為對癌症病人的一種支持 而抗癌接力活動的義工黃秋紅就指出 希望活動能夠提升社會對癌症的意識 並為癌症研究作籌款 尤思密市抗癌接力中 中共在12月25日上午9點至晚上9點 在尤思密市高中內舉行 美國癌症協會成立是為了協助癌症患者 在抗癌路上不至於高軍奮鬥 並提高市民對癌症的深入意識 以其及早發現而獲得最佳的療效 天下維視編輯報導